十个滑雪中有可能出现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情况一定要注意 嗨 欢迎回来楚歌山里人 我是一涛 我现在在Pista冰川的山顶 新的雪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在3440米的高海拔区域 可以看见背后的Vishbiz 这是东阿尔卑山的国王山 可以看到它很大的冰川 然后冰川上有这些裂缝 如果你在这种环境里滑雪 人在这个自然面前是极度渺小的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 风险能让你在滑雪中出现意外甚至死亡 来看一下我 今天咱们就聊十点 在滑雪中有可能出现受伤甚至死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 其中有几点是我自身有亲身经历的 或者我有朋友在这其中已经去世的 在雪就出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第一个危险情况是在高海拔冰川区域出现的 也就是冰川裂缝 这里主要是在滑堂外野雪 在雪道上不会出现 可以看到我背后的冰川 现在看得非常明显 现在因为是季初嘛 在冰川上有非常多的裂缝 这些裂缝都是在夏季形成的 因为在夏季冰川也会融化 它融化的时候就会扯拽整个冰川 在比较陡的地方出现一道一道 几乎是垂直于滚螺线的裂缝 而且这些裂缝 你想冰川在融化的时候 它会垂直的这样裂开 所以说它的裂缝几乎是垂直的 如果你在滑雪的时候掉入这些裂缝 就相当于垂直落体一样 我在六年半以前就在索尔登附近的冰川滑雪 掉到过冰川裂缝里面 垂直降15米 几乎是就是非常危险 捡了一条命回来 一会儿咱们把这个冰川裂缝的原理 和它的风险说完了之后 再讲一下我掉的冰川裂缝 那是死里逃生的故事 绝大部分的冰川都是在上一个小冰期 大约两三万年前存留下来的 从两三万年前到现在 这个冰川呢 它是一点一点慢慢在融化的 这些几万年前小冰期 甚至冰河时代留下的冰川 它生成用了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的时间 它融化呢 一点一点融化 每年大约能融化个两三米的厚度 但这些冰川整体的厚度呢 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100米 在这个庞然大游面前 人类实在太渺小了 而且冰川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也是在流动 而且它有冰川的周期 这个冰川的周期呢 就是比如说今年的新下的雪 下在这个冰川的山顶 比如说今年总共冬天下雪 能有15米 甚至20米 因为你新掉的雪里面95%以上 甚至99%以上都是空气 但是如果你要形成冰呢 就是冰的含空气比例就非常非常低了 接近于零 冰川是透明的 当清雪下下来 当温度足够低 压力足够大 而且时间足够长 尤其是11 12月份下了很多雪了之后 在这个冰川上层呢 就会形成新的冰层 这个新的冰层呢 就像冰川的年轮一样 它冬天生长一层 然后夏天它慢慢就是融化 所以说如果你要把冰川切开来看的话 它会有一层就是比较晶莹剔透的 然后一层稍微脏一点的 又有一层冰莹剔透的 然后一层一层像年轮的 比较脏 就是里面看着那些砂石 然后就是有一些灰色 或者是棕色的那种层 它就是夏天形成的层 然后晶莹剔透的那层呢 就是冬天形成的层 它这个冬天和夏天 它慢慢交替 冰川整体呢 也会就是在夏季的时候 它整体也会慢慢融化 但它就是不会完全融化 融化煤 它会稍微融化一点点 它融化的时候 它就会以很缓慢的速度往下流动 在流动过程中呢 它就会形成冰川裂缝 它会把这个整个冰川给拉开 像在那些地方 就比较陡的地方 它有更大的重力 去拉这个整个冰川 然后那个地方更容易形成裂缝 而当你这个冰川 整个就是一年一年 就从山顶上降下了雪 形成新的冰层 到冰川的最尾巴 到冰蛇那个地方 划走 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就是冰川的一个循环的周期 如果这个冰川冬天还会生成新的冰层 就是它还在循环了 这个冰川还是在活着 然后它的冰川的循环周期 阿尔滨山的冰川循环周期 一般是三千年五千年左右 但是因为全球变暖 很多冰川呢 冬季下了雪 它已经不足以让它形成新的冰层 冰川不再生长 也就不再循环 这个冰川也就相当于进入了它的死亡期 很快呢就会随着几年划几米 慢慢的消亡掉 现在这个全球变暖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在这里滑雪的十几年 眼看冰川消亡的非常厉害 就划的非常非常多 这个冰川裂缝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显现 大家不会掉进去 但是因为呢 咱们现在是寄出 这些雪场呢 每年会有那个累计降雪 有十几二十米 看这些冰川裂缝 它并没有非常宽 很多冰川裂缝 只有一米甚至不到一米 或者长宽一点呢 有三四米四五米 然后经过特别大的降雪呢 会把这个冰川裂缝给埋上 当你在上面滑雪的时候 你看不到那个地方有冰川裂缝 但是它 它这冰川裂缝上面就会形成一层冰桥或者雪桥 但是这个雪桥 它往往并不是很坚固 当你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尤其是你速度慢 而且或者你在那个地方停住 这个雪桥就有可能会裂开 就你直接掉到冰川里面 这就会形成 你掉到冰川里面 就形成冰川 就坠入冰川的 就是受伤和死亡 一般来说呢 如果掉入冰川超过五米深 就有可能出现死亡 多数 对 多数 再讲讲六年半以前 我自己掉到冰川裂缝那次经历 那一次呢 是三月初 好长时间没有下雪 而且当时我也比较年轻嘛 而且对粉雪的热情是更是特别特别高 就是对风险的意识没有现在好 当时很长时间不下雪了之后 忽然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能有七八十公分的降雪 就非常非常大的雪 而且是雪后放晴 我和丛就去抢粉雪 当时是非常兴奋 就有点丧失理智的那种 其实那条路线 我们划的比较多 是比较熟悉的 大体哪地方冰川 有冰川裂缝 我是知道的 但是因为那个雪 一下子下了很多 就把几个就是岩石 还有就是比较能知道 能分辨我在哪的地方 那个标志点给盖住了 再加上就是我有点兴奋 有点特别冲动 偏离我正常滑行 那个线路就有点远了 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然后滑的过程中 就忽然就是根本就完全没有看见 就是其实速度还是挺快的 但是忽然就是感觉就脚底下 一下陷下去了 而且一下就感觉就像摔倒了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我撞到石头上了 但是我下可能不到一秒钟 就我下一个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的手就抓在外面 我的腿已经就陷到雪底下去了 这时候我就反应过来 我掉到冰川 就是我踩到冰川裂缝了 那个雪桥已经断裂了 当时我就非常害怕 拿手拿手去抓 就是想去抓住周围的一切东西 就不要掉进去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 我就就是很短的时间 但是那个时间在我脑子里面 好像还好像还不是那么短 因为那个时间 如果理智来说的话 可能只有一秒两秒 但是我当时感觉呢 可能有十几秒的那种感觉的过程 直到我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一开始我的上身还在外面 就是这么够着的 然后就腿在下面 然后我上身马上也就掉到冰川裂缝里面 掉到冰川裂缝往下坠的时候 这旁边还竟然还有一个人 在这个冰川裂缝里 从不同口里面掉下来 而且当时我想起来 当时我在那滑的时候 我为什么偏离很多 因为它旁边还是有板痕的 滑雪的时候 你就觉得旁边有板痕就是安全的 但是我掉下去之后 我就知道那条板痕 就是另外一个掉下去 从另外一个口里面 掉到冰川裂缝里面去 你当时站不住的口就已经偏了 对就已经偏了 就是已经偏了 而且我当时离它的板痕也挺近的 就我掉下去那一瞬间 然后就看到旁边也有一个 但是那个人掉的很矮 大约只掉了三四米的距离 就我的那口掉下去就更深 我垂直的这样掉下去 但是中间我被一个雪给卡住了 冰川裂缝是这样下来 它旁边都是冰墙 但是有一块很大的雪在中间 就把我卡住了 我的人掉到这个冰川裂缝 和这一个大雪块中间的这个墙里面 当时我并没有受伤 当时我就相当于被这个大雪块 就是挤在这个冰川裂缝那 就有点像挂在那 但是同样呢 也是我就直接就到我的脖子这 我的手有一只手还在外面 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 是在冰川这边 这边没有东西够 我有一只手可以够到 就够到这个雪块的上半部分 脚往下踩也踩不到 我当时就知道下面还有些距离 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有多深 我脚在往四处踩 但是我踩不到任何一个着力的点 然后我的手也想去就把自己固定在雪墙里面 就不让它往下掉 就固定在这个雪块里 当时是划的双板 我手上的雪杖 有一只雪杖已经不知道哪去了 还有一只雪杖是憋在我的身上 就是活动的这只手还被这个雪杖憋着 我极度的想抓住这个雪块 但是我重量还是实在太大了 它慢慢慢慢还是在往下走 当时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有三十秒也可能只有十秒 但这个时间在我自己感知的 其实是一个还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我脑子里面过了非常多的内容 因为我在想这有可能是我人生最后的 就几十秒钟的时间了 因为我不知道下面等着我的到底有多深 可能是五米可能是十米也有可能是三十米五十米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就是离开这个冰川裂缝了 当时就真的非常恐怖 脑子里面过了非常多的内容 但是就是我极度的想去抓住 但是控制不了我自己 一点一点向下滑 非常非常的绝望 过了就是不知道多长时间 自己感觉还是挺长时间 然后最后终于是抓不住了 就往下往下坠落 就坠落那个瞬间其实我感觉很快的 忽然就感觉我落地了 然后一下就听见我的膝盖里面 就是有一些声响 我当时就知道我膝盖肯定是有什么断了 骨头韧带什么东西肯定会断了 但是我就知道就是我还能活着出去 因为当时我在滑的时候 我知道从在我旁边 它大体能看到我在什么地方消失的 然后掏出手机一看 居然还有微弱的信号 我立刻就拨了救援 滑野血或者比较危险的 一定要知道周围的救援的电话 和比较清楚自己的位置 还有一定要有同伴 还有知识 但是当时那个其实也很吓 当时救援我在外面知道位置 他们去救援的时候 一开始一直找的位置是错的 我跟他们说了非常多 我非常确认那个位置在哪 然后他们才愿意派一个小飞机上去看 因为那个他们所有人都知道那上面有很多裂缝 救援人的命也是命 他们就一点点 在我一再确认我说一定在上面的情况下 他们才去找他 如果说当时那个时间 他们就一直在上面找耽搁 那最后即使没摔伤 你们俩也就冻死了 即使那样救完 还有四十多分钟才把你们拽出来 对对对 咱边走边说 这个事我一直都不太想讲 但是涛竟然想把他分享出来 我觉得就讲全一点 当时的情况是 我跟涛约好了 要在下面一个地儿碰面 结果我就一直没有等到他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一个位置不见了 那个位置不太确定 而且他当时进入这个 这个粉水区域的时候 比我们以前的线路偏 偏靠里 就是更靠近之前我知道冰川裂缝的地方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担心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滑下去之后 我就在想这一趟如果没有看到他 我就一定要叫救援了 不管这个救援叫出来之后 能不能去 就是是不是要救 我都要叫了 结果我就在缆车上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涛竟然能接起来 他就说他在裂缝里面了 就是救援的过程了 我上去之后先通知了顶上的人 又通知了一遍 确认救援已经收到 确切的信息已经来了 然后我下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已经有四五个人 在那个地方 在有一个人在用雪板 一个一个踩 踩位置 另外一个人在操纵 无人机看上面的情况 因为冰川裂缝 一旦掉下去之后 它边上的雪会盖过去 就是他完全不会知道 那个位置是哪里 然后我觉得那个位置不对 因为那个位置我去了很多遍 我就说你们在的位置应该比较太往下了 我觉得不在这儿 应该在上面 然后他们就觉得 不是很信任我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更有经验 我说那里面是我老公 我非常确认 在上面 你们能不能去上面去找 我请求了四五次 他们才同意的 但是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决策的原因 因为上面那个位置非常多 裂缝 他们救援人员也是要顾及安全的 他们拴了绳 然后去做了那个排查之后 又放了小飞机上去 找了之后 顶上的人 给他们下面的人只是说确认 确实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口 然后非常巧的是 和涛一起在那个洞里的那个人 扔了个雪杖上来 我们全都看见了 然后这下位置就非常确定 怕后期雪崩二次伤害那样 就没有时间救了 就是那个冰川裂缝的救援 你知道他在哪 非常确定 但是依然要有非常多的准备 确保水面上的人和水面上的人 都是安全的才能去救 那个时间花了非常久 然后大概有十多个人 最后有路过的 以前是救援的 有纯是帮忙的 大家就是在听指挥 做了非常多的分工 然后具体细节非常细致就不讲了 但是整个救援过程 他们是非常专业 而且非常快速 也用了45分钟 然后上来的时候 涛是浑身抖的 我相信如果他们 就是没有确切知道位置在哪 他们要一点点排查的话 会非常非常久 可能都不是说能不能救上来 这中间会有非常多可能性 那次真的是非常幸运 所以说不只是说裂缝掉下去 避免掉下去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 就尽量不要 就是不能说不滑粉 但是你一定要衡量好 而且要保持冷静 这个事情真的是第一次讲 在底下因为受伤了吗 而且确实非常冷 很快大约十几二十分钟就失温了 浑身一直在那颤抖 救上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非常虚弱了 而且在底下其实只有4045分钟 如果就是时间比较长的话 比如说两三个小时 四五小时 可能失温的话 就真的都要命了 当天那场大雪 在扎斯费 有个19岁的滑单板的青年 就掉在里面直接就摔死了 也掉垂直降了15米 而且我那个垂直降了15米 是怎么知道呢 其实我自己是没感觉 就掉了多少米的 是后来救援报告上面写 我是掉进去15米 救援 对绳的距离是 就了15米 就真的是非常幸运 因为中间我是 就是被一个 就雪墙给接了一下 就相当于分了两次掉 德国之前有个连锁超市 叫Tegman 后来被艾利卡收购了 大概在18年的时候 他的老板在财尔玛特 冰川滑雪 也掉进冰川裂缝里面 就消失了 因为他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滑雪 他的老婆只知道他去那个方向滑雪了 然后他又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是掉到冰川裂缝里面去 而且找了就是三四天 就完全没有找到 已经没有生存几率了 他就消失在这个冰川上 就掉到冰川裂缝里面 就再也没有了嘛 而且他是德国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富豪 就很知名的一个人 对你就知道在这个雪山里面 人是多么渺小了 奥地利有一个冰人叫越子 现在放在因斯布鲁克的博物馆里面 大约5200年前 在越斯塔就是Zeden的那个山谷 深处有一个冰川 然后现在他那个冰川的位置是 那个有一个叫史纳斯塔 其实是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交界的一个境内 但是那个冰川流向是往奥地利流的 越子冰人就是20年前 在那个冰川的冰蛇 就最底下发现了 他在冰川里面已经睡了5000多年 5200多年前 他就是在冰川山顶被人杀害 然后和冰川融为一体 直到5000多年之后才现身 因为他身上的工具 他的衣服鞋子和他的遗体 都保存的非常好 是现代人研究5000多年前 人类生存怎么样生存的 就是一个很好学习 第二个危险情况是雪崩 今年2月份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慕尼黑一个比较知名的户外人和滑野教练 他在一场雪崩中去世了 当时我为了缅怀他写了一篇关于雪崩知识的文章 在公众号也做了一个视频 算是他最后一次帮助大家 那篇文章和视频雪崩知识比较详细 大约有30多分钟 如果你要去滑粉雪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对你极其的重要 我得知他出事的时候 一下子一身冷汗就觉得非常不真实 因为不久之前才和他一起滑雪 而且朋友圈经常有互动 头几个星期晚上一闭上眼 他的样子就出现在我面前 人在自然面前是无比的渺小 一定要时刻对自然保存的敬畏 一个有力量充满活力的生命 在瞬间就消失了 我非常痛恨那些用危险滑雪尽头 搏眼球的人 滑雪崩跳悬崖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他们为今授权 盗用别人的视频 他们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危险 反而害了很多人 在自然面前永远要保持谦卑和敬畏 第三个是树井 树井在阿尔卑斯地区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阿尔卑斯山的树线比较低 基本上2000米海拔以上 就没太有树了 而树井的形成 你需要有极大 就是有在树线之下 尤其那种大树冠的树 它有极大的降雪 就至少要需要有两三米的降雪 因为就降雪的话 就在树干那个地方 就把很多雪给积住了 然后靠近那个树主干的那个地方 它有一圈是没有雪的 然后外面会积了很多雪 如果有两三米的厚度的积雪 然后它这个靠近树干的地方就相当于一个井一样 你滑到这里 如果陷下去 尤其是如果你头朝下陷下去 你是没有办法自救的 一定需要别人来救你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滑雪 你陷到树井里面就非常危险 如果你头朝下 就即使你没有失温或者受伤 你头朝下这个冲雪 不用几个小时 你可能就昏迷了 然后时间再久 你可能就是也就不行了 树井在北美比较多 如果要滑那树冠的树林的区域 就一定要注意要朋友们结伴滑行 你离开雪道 都需要和朋友们结伴滑行 而且一定要有足够的支持 第四点危险情况是非掩埋性窒息 尤其是雪下的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你在滑的时候 无论是滑粉雪 或者是在雪道道边的时候 你一下摔倒了 就上升头就先扎到雪里面 这个时候如果雪特别轻特别松 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自救 如果这个雪一下就扎到你的腰 或者就是扎得更深的地方 雪很软的话是有可能发生的 你就像那个鸵鸟的脑袋 头一下扎到雪里面 而且没有办法自己自救 很快就不能呼吸了 也会窒息死亡 这个其实不是非常罕见 雪特别大的时候 滑粉雪一下栽倒了 就即使你没有陷得非常深 你只是头陷下去 你也会有感觉那么几分钟 很难挣扎出来 而这时候你就有窒息的感觉 这个就是非掩埋性窒息 你可以去问一下 你周围就经常去滑粉雪的朋友 有没有就滑粉雪的时候 一下摔倒 这脑袋扎进雪里面 就扎得很深 然后很长时间才挣脱出来 也是挺危险的 单板很容易呢 要摘上去 对 单板 双板也很容易这样摘上去 这时候身边有一个同伴 就可以比较轻易的把你解救 如果你要自己呢 多数情况下也不至于就窒息死亡 但是可能就会非常难受挣扎 很长时间才出来 第五点是失温 就我掉冰川裂缝那一次 其实就已经失温了 更有可能出现失温的 就是你滑粉雪迷路了 然后太阳下山非常冷 或者你在到外滑雪受伤了 没等救援来 你可能就已经失温了 还有呢 就是你在滑的时候 可能有暗河 就上面有层冰 然后也附着雪 然后下面有这个小河流过 然后你滑过去的时候 一下把上面的冰层 雪层给踩破了 然后你坠入到这个底下暗河里面 然后暗河很快把你浑身浸湿 而且都是零度的水 非常冰冷 几分钟 甚至几十秒钟 你就失温了 一定要注意 第六个是坠牙 如果你滑的非常猛 而且非常冒失的话 就有可能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 但是你扔着往前走 就出现一个悬崖 你掉下去 就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多 就死亡的风险 但是也是有的 这一点克服就非常简单 你需要熟悉你滑行的路线 以及对不要太猛了 第七个就是你本身有基础病 比如说心梗脑梗 你滑雪的时候特别兴奋 或者好长时间没有运动了 一下运动量过大 就导致的出现的问题 我认识的一个人 就有滑雪的时候 忽然出现脑梗 如果你有基础病 像三高这种 一定要循序渐进 平时就注意活动 滑雪的时候 因为海拔很高 你的含氧量和你心肺功能 都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不要一下子特别激动 滑的太过激烈 要循序渐进慢慢就滑 第八个就是在雪道上出现的伤亡情况 就是尤其是你不注意雪道的一些规则 在启动和急停之前不打手势 在雪道汇入的时候 不去看上面来的人 以及在别人怂恿之下 去划超过自己能力的雪道和区域 这些我们之前拍过一个 就在雪道上非常容易受伤的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也是讲的比较详细 上去年的视频 第九点和滑雪相关 但不是发生在雪场里 就是你通往雪场 驾车出现的事故 因为你去雪场 经常要走一些盘山路 而且这个盘山路旁边呢 经常会有很深的沟 在冬季驾驶 如果你不注意的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如果在盘山路上出现事故 车翻到沟里面去 那真是九死一生了 首先要注意 因为这边雪下的非常大 从十月份到来年的五月份 都有可能就出现比较大的降雪 尤其是你要去划高海拔的雪场 通常要开车到一千五六百米 甚至开车到两千米以上的区域 所以从十月份开始到五月份 这段时间就一定要换冬胎了 像很多地方会有要求 从十一月份到四月份这段时间 必须要有冬胎 没有冬胎是不让你上路的 如果坡度比较陡要雪链才能上去 所以雪链也是必备的 再好的装备都不如安全意识重要 雪下的大的时候 柏油路面你是看不见的 就完全是白的 你只能通过公路两边插的这个标识 知道这是一条公路 更可怕的是路面结冰出现黑冰 看起来好像是黑黑的柏油马路 但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的冰面 当路面结冰遇到下坡真的是杀不住 有一次我们开的就很慢 一个很缓的下坡 只有50公里每小时 而且前车还有很远 还有大几十米的时候我就开始刹车 结果还是刹不住 就直到就撞上去了 第十条呢 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去划这种非常陡的沟槽 更不要在这种非常陡的沟槽里面停留 沟槽就是两边陡中间凹陷 很多划雪大神的视频里面去划那种地形 但实际上那种地形是非常危险 因为雪它会自动就往沟槽里面去陷落 更容易发生雪崩 而且就即使不发生雪崩 你在沟槽里面划 当你就是划雪 你会就尤其是非常陡的那种情况 就比如说超过45度 超过45度甚至50度那种极陡的地形的沟槽 你去划 你划的时候会扬起大量的浮雪 这个浮雪会往下坠 你速度快的时候你会超过这个浮雪 但是你一旦减速呢 你自身的浮雪就会打到你 把你给打翻 然后你在沟槽里面就会翻滚 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雪场内雪道上也有一些沟槽的地形 那种地形是不存在风险的 首先它雪道都是比较缓的 基本上没太有超过40度的雪道 而且它会经过压雪机的处理 然后旁边也会排除雪崩风险 这种情况是可以划的 但是像划野雪的那种特别的极限沟槽 就一定要注意 这个雪机希望大家都能安全快乐的划雪 不受伤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